100万的劳工适用的是劳退救治 他们已经可以请领退休金 但是却还没有领 到底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马上报给你知道 不是很清楚 说到劳退新救治民众一头雾水 其实194年6月前的救治规定 要是劳工在同一个公司待满25年 年资15年而且年满55岁 或是年资10年年满60岁 就可以向公司申请退休 而94年7月开始的新治 则是由雇主提拨6% 直接存到劳工账户 救治的这个部分 过去只要转换雇主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劳退新治就是为了解决劳工 因为转换雇主而完全丧失了 这个退休金的这个权益 新北市就有一位劳工 6月3岁的时候 向公司自请离职 符合救治10年年资 而且年满60岁的条件 但是没有申请退休 经过劳工局协调 才拿回超过130万的退休金 新救治的年资的劳工 他成就了劳基法 救治的这样的一个 退休的要件的话 不要忘记 他还有一段保留的年资 是有退休金给付的 你不去问的话 你就像这种情形 可能就会 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他如果年龄符合 退休金规定民众还理不清 但救治有5年领取年限 符合标准的民众可要好好注意 动物森才能新闻将招台报导